我觉得吧 你应该是 不受人控制的 然后 也不喜欢别人干涉你的生活 而且 你也不愿意去做 违背自己意愿想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你肯定 也不愿意更多人 误会我是你女朋友 我的确不愿意 嗯 就是说呀 这种做戏的节目 肯定会给人压力很大的 那怎么办了 你不想赚钱吗 不想实现你的生幽梦吗 这一季 这一季 可是有奖金的 我当然想赚钱了 只是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嘛 那 你又是不愿意 那我就不做了呀 毕竟如果这样给别人造成麻烦 心里也是不高兴的 所以说 and 调教大陆通罗马 总有别的办法 其实 这个钱并没有这么难赚 你还是可以继续 你的学习 实现你的梦想 那你什么意思 那你是愿意去还是不去啊 你听清楚 我不愿意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我不愿意被别人控制 不愿意不相干的人 来打扰我的生活 但是 有一点 倒是被你说中了 那就是我再也不愿意 让越来越多的人 误以为你是我的女朋友 反正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说 第二季的节目你是会去参加的 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 我还有一个问题 在这段期间里面你不能谈恋爱 你也同意啊 我接下来不是要跟你谈吗 那你爸妈提起来怎么办 他们不会过问我的私生活 如果真的问起了 我会如实告诉他们 那 那行 一个一个非常大的 我也不愿意 你一定要以为那 我这一位 我不愿意 你不是想和你 百六千元 那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好了 唐总监跟行政都已经讲了他们自己的方案 有什么想法大家可以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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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